在赫羌时代的乌克兰士兵戒户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陪着外宾漫步基辅街头 仔细一看他接待的贵客竟然是英国首相强森 两人不但肩并颠走在基辅街头 还和一旁的民众致意寒暄 强森事前对这次的访务行程保密到家 而是在会晤结束后在推出上公布消息 但强森图访基辅不光是深远乌克兰 还强调要持续支援民主前线 强森不光亲自登门更主导英国 持续提供乌克兰1亿英镑 大约37亿台币的军援 包含800枚N-LOVE反坦克飞弹 标枪飞弹 新冠可西式防空飞弹 甚至敏感装备凹选防护装甲车 也解禁提供乌克兰 王强森 欧盟指挥会主席冯德莱恩 除了亲自前往乌克兰 视察波查惨案的现况 更将乌克兰加盟欧盟的问卷 轻送给泽伦斯基 所谓包含奥地利总理内汉默 也突袭访问基辅 越来越多欧美国家领袖 站出来力挺乌克兰 也突然发动战争 残杀乌克兰民众的普丁 在国际社会上更加国理无援 3D新闻 卫人军报道 5D新闻気室 1D新闻 图规置 새로听到